大家好 欢迎收看振动噪音科普专栏 我是国立品农科技大学机械共同学系教授黄博春 这个单元要来探讨的古题是 无核解析感激乐器 暂音也情的声音特征 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五篇 要来看的是装饰音演奏的声音特征 好 那什么是装饰音呢 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单元解析 我们可以快速地打了 西都这两个音 我们听听看 再听一次 好 这个就是装饰音的特征 好 那我们这个是打了西都两个声音 那我们就来单独地看这两个单元的声音 可以知道这个装饰音就是快速地打了这两个声音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装饰音的量测导的时间拖行 那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特征的特征 这个就是picking 用情效应 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说明它的成音 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好 那我们量测到了时间拖行 异形 频谱分析 就可以得到对应的声音频谱 那像这个就是b4音节的声音频谱 c5音节的声音频谱 那我们在声音单元 如果可以用三个评估方式 音高看它的基因频率 音色看翻译频率 持续度 就是看它的筛检率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声音 那我们可以看到b4它的标准连接是493.88 那我们量测到的是49.88Hz 那其实上是很相近 那c5的标准连接是523.5Hz 那我们量测到的是525 所以我们就确认 音高它的基因频率 它就是准确 然后翻译频率 除了基因频率之外的 这个公职频率 又是称为翻译频率 那可以看到 它的这两个音节呢 第一个翻译频率 都是db值比较高 所以它的会贡献到这个声音值比较高 那高频的翻译频率 它贡献流程比较小 不过这就是形成它的音色的效益 好 那第三个持续度 那我们就可以看phi减率 像G4它是0.6、0.59 这次很相近 好 那如果我们对这个装饰音的声音频 拨时间拨行去做评论分析 就是会让这个声音频路 那这时候我们随道来看 一样可以区别出 这两个音都有看到它的基因频率 对应的翻译频率 那它事实上是很相近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时间波形 为什么会有这种bicking的效应 那会有bicking效应 事实上就是因为 我们B4跟C5这两个频率呢 它是很相近的 它的频率差呢是28.17Hz 那取频率的导数就是周期 是0.0355 好 0.0355呢 其实就是它这个的周期 所以它这个重极相应的周期 就是跟28.17Hz的频率是相关的 所以会有重极效应 就是因为两个频率很相近 而形成的效果 好 最后我们终合一下这个单元 最后还有补充一个就是它的衰减率 那衰减率 它一样有这个衰减率 你可以看到是0.365 好 那比起这两个衰减率都还要小 也就是说这种 装饰应下来的话 它的衰减率也是比较小 好 好 那我们终合一下 我们就是量了时间率的波形 然后做了频谱分析 可以得到频谱 然后再利用这个音高音色齐齐来看 它的声音特征 那在装饰应来讲 它比较特殊的 当然就是这个时间率 这个重极效率 来自于两个频率很相近 所造成的效果 好 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